再来关心在高雄市前镇区有两名男子喝醉酒跑到银行踹玻璃 而这远警到场嫌犯居然抓狂殴打远警 而这两名嫌犯因为身高190公分以上 就恐无有力 而这远警被打得全身是伤 而配枪还差一点一度被抢走 两名喝醉酒的男子就像这样猛拉银行铁门还踹玻璃 监视器拍到醉汉逞凶的画面 目击民众报警但眼见远警到场 醉汉竟然抓狂般的殴打远警 远警装枪的背包都被扯断 枪弹差点就被抢走 一个警察卡布顿 那个他说要开哦 有穿哦 叫他点点哦 他告诉他如果警察说照拍 这样啦 照拍他现在穿那个就在那里穿穿了 全穿白仗衣的男子就是殴打远警的嫌犯 他身高190公分和同伙都是恐无有力的壮汉 让身材中等的远警居于劣势 一度被抢走装有枪弹的背包 远警负伤奋力抢回 他是我们辖区的那个治安人口 那我们之前的远警跟他之前在侦办案件的时候都有 都有那个有互动过 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远警是不是要借这个机会 再去查击他毒品的案件 原来嫌犯是以为警察来找麻烦 借酒装疯打远警 还好后来支援几利赶到 大家合力制服两名罪汉 但遭殴打的远警背部和小腿到处是伤 尽管两个人酒醒后都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但警方还是将两名罪汉移送法办 昨天新闻记见环保金宁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